它的颜色还不够像这个汽水的样子 它会另外再加什么 黄色几号 黄色五号 慈兴有机团队志工 正在向高树乡大陆关国中小学童介绍 市面上许多饮品都会添加人工色素 而桌上摆的平民罐罐都是食品添加剂 他们则要教孩子用天然的色素来制作汤圆 那我们今天红色的是用什么 红龙果 你们有没有吃过 学生在志工老师的带领下 用红龙果 姜黄 有机抹茶粉 黑芝麻等材料 分别为面团染上天然的色彩 则红 黄 绿 黑 加上原味的白色 接着将面团搓揉成小汤圆 动手做的过程学童觉得十分有趣 我有很多不同的汤圆 觉得蛮有趣的 就要用天然的瘦素去用那个面粉 不要用加工的材料 不要用化学的东西 要用天然的 很多的这个食品都有添加化学添加物这样 希望学生认识以后能够买东西的时候能够都看一下成分 用比较天然的 教导主任武惠美表示 食农教育是学校的特色课程之一 每周都会有一堂食农课 从指导小朋友种菜 手工除草 以落叶做堆肥 到天然食材制作食物等都有 主张小朋友认识吃的食物从哪来 也让学童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那因为市面上很多的汤圆 或者是一些食品呢 里面都添加一些色素 一些添加物 那孩子其实习惯吃那个东西 他就不了解原来的真正天然的味道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也配合慈心的课程 就是我们上了一节有关食品添加物的部分 然后让孩子知道 就是说其实外面卖的很多 很香 然后味道很浓 颜色很鲜艳的东西 其实它是加了很多色素 冬至即将到来 学校安排的这堂食农课程 对学童用天然色素做应景的五行汤圆 也让孩子对人工色素 及市面上的食品添加剂 有更多的认识 希望学生从小建立使用天然食材的观念 实践健康的饮食生活 评论新闻张铃章志豪采访报导